立法院长韩国瑜在国庆大典致辞 总共提了16次中华民国 要跟赖总统的祖国论区隔立场 紧抓论述权 国庆大典总统赖清德致辞结束后 韩国瑜上前 两人握手行礼如宜 赖韩座位隔着第一夫人吴美如 三人没有特别多的互动 身间国庆大会主席的韩国瑜 每个环节都展现亲力亲为 看表演还看到太出神 忘了回座位 直到李斌小姐上前提醒 韩国瑜才不好意思的回到位置 忘了小流程不要紧 重头戏致辞 韩国瑜没忘要把中华民国讲清楚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 必须让世界知道 让年轻人知道 中华民国是存在的 强调中华民国论述是近一个星期 韩国瑜着力最深的事 因为10月5号 当总统赖清德抛出祖国论 同时也说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后 韩国瑜评论赖总统发言 讲得非常好 被认为是认同赖清德发言 掀起反弹 因此在国庆前上节目的访谈 韩国瑜都不放过解释的机会 感动的是赖总统讲了中华民国 而不是认同祖国论 韩国瑜在国庆致辞 再提16次中华民国 阐明严正立场 TVBS新闻消灭正李敏珍 综合报道 总统赖清德上任后 首次国庆文告 延续了就职演说 重申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总统的国庆文告 再一次强调两岸互不隶属 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民族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这当然也是延续就职演说时的基调 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权体 由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 由此可见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称呼对岸 学者分析其中蕴含的自然是两国论概念 因为算一算总统的国庆文告 几乎多以中国来称呼对岸 前总统蔡英文常用的两岸仅有两次 但回顾蔡前总统的国庆文告 去年两岸用了十次 前年也有九次 至于中国各一次 有时则会出现北京当局 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 以及和平共存之道 尽管总统总说两岸政策延续蔡英文路线 但在史关极论述上仍有些许差异 TVP新闻李国正气宽柔台报道 今年国庆大典最吸睛的表演 不得不提的就是宪兵快返联 也是结装了美智印第安挑战者重机 击车之后首次在国庆活动展演 不过要成功驾驭这一辆 361公斤重的新车相当不容易 像是在分裂市必须维持一路是15公里的车速 标期对阵就花了两个时间的时间来许特寻 胜利队形进阶交错 或是顺利双向定员 县兵快返联重机展演 队形零失误 走位流畅而精确 为了国庆首秀完美演出 弟兄风雨无阻磨练基本功 所谓的车灯不超过两指幅 是指我们的后警示灯的部分 从侧面看 这个要随时保持在两指幅的距离之内 我们才算是一个符合的 一个操架的基本水准 手举高 然后后面看得到前方的状况 催油门只需要胆势 慢车同时保持稳定 才叫本事 分组训练 资深干部拉高分贝 提醒速度控制 用意是让队列正面保持切齐 分列室的时候是以离合器的收放 下去做前进与减速 对 我们之间是不会踩刹车 对 那行进车手可能 对于离合器的掌握 比较没有这么适应 因为我们今年有行进不少弟兄 那就是搭配自身车手 下去做训练 这一招可不是所有人都一来就会 只靠左手维持15公里车速 行进间要标齐对阵 距离却是考照时的好几倍 稳定性过关了 接着加入变化 你的转场 你要记住你的点 然后也要去提醒旁边的人 因为如果你骑错的话 你后面的人就会跟着你骑错 所以会影响到的 不是只有你自己而已 视线保持向前 眼角的余光还要注意地面标点 和队友相对位置 车头跟前保杆这边 还有车手本身坐姿的声线 我们通常会以 车上不会动的地方做基准点 因为操演失误事效 最怕人车碰撞损伤 速度快慢 收放自如 加上更灵活的转弯角度 新型印第安挑战者重击 虽然车身较宽 和旧型的日系皇家之星相比 马力也跃升了一个档次 和快返连弟兄 经历一年多的磨合后 操纵上更随心所欲 皇家之星骑起来 它比较笨重 因为它比较有点像机械化 因为它都是靠那个 电脑的感去操作 那它骑起来的话 也是比较轻盈一点 它就是多了比较多电控系统 然后也多了模式 可以让车手下去做调整 就是雨天或是一般跟运动 它的动力及油门的反应上 都会有些许不同 对 就是依抄架者本身 自己的习惯下去做调整 对于经历了两个世代 坐驾的宪兵骑手 靠着闲熟车技 适应只是早晚问题 但是对于才加入 三个月的新进人员来说 就充满挑战 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骑重机 在外面就是很自由轻松的 防着自己去骑想要的方式这样 在里面反正就是要以整个部队 以整体为主 然后想办法让 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 一看就知道这个是 这个是有问题 代意投师牵下去 二兵温玉祥的从军第一阶段目标 就是瞄准国庆大典 只有短短的几个月 来训练就是 我自己给自己的目标就是 想办法当上国庆的正式正手 前几天有预见 其实我脑袋是一片空白 就是只有一个想法就是 想办法往前标起 想办法往自己的 左右的车辆做标起 然后想办法就是 就是做好自己能 做好的任何事情 其实随着义务役回归部队 快返连未来也将 赢回义务役的车手 用意除了特殊壮大任务 还有都市位数兵力需求 快返连的整个连队的编制上来讲 它是以人 装 车 合一的方式来实施一个编装 那我们的每一兵都有 都有这个具备这个独立自主作战的 一个相关的能力跟武器 可以依任务的调整 任务的多变 环境的多变等等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来进行一个迅速 快速反应的一个任务执行 包含我们的展演 包括首次亮相的敞篷阅兵车 蓝白红倒影 一如国旗色系 闪耀抚前广场 共创军民同心 我们再创新游 相隔两年 宪兵部队携全新车阻 重返国家圣殿 风雨过后 阴挺依旧 体育别新闻 杨青柏叶府 拍不到 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 持续的互轰 在首都贝鲁特 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万人 随着真主党的领袖 跟继任者都相继的阵亡 真主党陷入了前所未见的混乱 而真主党的带领领袖 卡西姆首度表态 愿意支持跟以色列停火 而稍早以色列宣称 再度拘杀了两名真主党的指挥官 蓝天中接连冒出白色的烟雾 以色列铁虫系统又忙着拦截 真主党火箭弹 只是边界处的监视器 还是拍到漏网之余 部分火箭弹就落在前方 建筑林里的社区里头 受害的又是以色列北部的 谢莫娜小镇 当地官员证实 事发时刚好有两位民众在散步 结果被火箭弹击中 当场丧命 郑主党当天发射至少150枚的火箭弹 丹麦记者原本在边界采访 拒绝撤离的农民 也没睹到攻击瞬间 同一天 以色列沿海城市也在发生 拿刀行凶的恐怖攻击 事发现场血迹斑斑 当时一名阿拉伯义的凶贤 骑成机车连闯 四个地点攻击 六名被刺伤的民众中 有两人伤势严重 尽好嫌犯已经被压制逮捕 与此同时 以色列部队继续在黎巴嫩 南部战场挺进 一发现可疑的建筑 一律毫不留情直接炸毁 以色列认为 真主党和哈马斯手法雷同 总是拿非政府组织或民宅 当掩护偷藏弹药武器 以色列特地将找到的真主党武器一字排开 里头应有尽有甚至出现这种双筒造型 搭载雷射光束的火箭 真主党上至领袖下至各层级指挥官 都被以军标记上歼灭的记号 以色列甚至连两名准备接班的继承者 也不放过 真主党如今面临群龙无首的窘境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伯 趁机向黎巴嫩宇众喊话 说这是千载难逢 甩开真主党的大好机会 先前被真主党当成据点的 贝鲁特南郊地区 现在像是鬼城一般 从当地逃出来的民众 得克难洗底而睡 对以色列其实没有好感 以色列才刚刚开始进攻黎巴嫩 但交战一年的加萨 北部地区又传来无人机的声音 紧接着则是惊声尖叫 现场许多人严重流血受伤 有母女回忆看到无人机从头顶飞过 就开始朝底部扫射 一名15岁少女最后来不及逃 只留下这通求救电话 但接到电话的医院也无能为力 告诉对方如果派车也会被锁定 有了加萨的前车之鉴 联合国越来越担心黎巴嫩未来处境 美国国务院则重申不希望以色列再扩大军事规模 未来不排除再援引联合国1701号决议派遣违和部队 进驻黎巴嫩化解溢离冲突 铁新闻综合报道 而针对上个星期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上百枚飞弹攻势 以色列也准备要展开报复 不过似乎是受到了美国的牵制 根据外媒报道 这一项的报复计划预计不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并且拜登也已经跟纳坦雅胡进行了电话会议 不过另一方面伊朗则誓言他们是不死一战 大量不明光点向流星雨脊坠直下 砸到地面爆出惊人火光 伊朗这个月初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飞弹空袭 现在得随时面临以色列突如其来的反击 对多数伊朗民众来说 担心归担心 但他们也做好迎战的准备 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革命光 在广场上巨大广告看板就用波斯语和希伯来语 写着想来战伊朗就是战争大师 抢下以色列一位浓后 在广场上抗议的民众高举打倒以色列的标语 以及真主党已故灵袖纳斯拉勒的照片 伊朗就是要让真主党知道老大哥并没有抛下他们 伊朗当时用了快200枚飞弹空袭台拉维夫 和以色列空军基地 以色列是否会采取同样规模 针对伊朗军事的目标进行攻击 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但这一回集恐怕将引爆另一场代理人战争 因为伊朗可能转向直接轰炸 驻扎中东的美军基地作为报复 眼看总统选举在即 美国总统拜登时隔两个月 再度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话长达半小时 希望以色列不要扩大事端 埃及前副外长赫加吉投书媒体表示 未来影响中东安全两大关键 首先遭俄乌战争重创的石油市场 会因为纳坦雅胡强硬回击雪上加霜 同时也让阿拉伯国家更团结 转向与东方新兴大国往来 减少对西方的经贸依赖 第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公民 不断为巴勒斯坦人发声 一旦没有美国在军事外交上撑腰 以色列也无法继续站下去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 周五造访沙乌地阿拉伯与王楚萨尔曼见面 他还将前往其他波斯湾国家拉拢盟友 一位资深伊朗官员就透露 伊朗暗地警告中东各国 希望他们别允许第三者使用领空来对抗伊朗 否则就会被扫到台风位 除了美国 中国也因为中东冲突 在外交上陷入两难处境 亚太政经报刊媒体 外交家评论指出 中国石油进口主要依赖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 因此北京仍在经济与外交上支持伊朗 中方对中东局势动荡深感忧虑 反对计划矛盾扩大冲突 呼吁各方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出发 以冷静理性负责任态度处理当前局势 但同时中国在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地区 还有一带一路的投资 经贸关系也无法切断 如果更多国家与以色列对抗 北京自诩的中立地位与调停影响力 就很难在中东区域发挥 TVBS新闻综合报道